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好 那我们看一下台股 今天开低走低 好 那我会跟各位讲 你要看一个所谓投股节目 要看这个老师 有没有办法事先做预告 那在台湾的这个市场 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市场上 如果你要看 你在做指数的部分 你一定要锁定郭先生的电视节目 好 OK 那我们谈 今天开10756 那我们上礼拜五 怎么跟头这么谈的 这是上礼拜五 4月20号跟各位讲4月23号 对不对 那你要事先懂得 事先做预算 我说逐步可以向上在10808 双关架上限在10805 逐步可以向下在10742 三关架的下关在10746 所以4月20号 我们讲4月23号 10745是多地 这里10805是空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开盘是10756 对不对 那10756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价位中间 1075跟1080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调整 那这个我在节目上 都一直跟各位讲 怎么去做调整 那这是有法则 不是没有 你长期看我电视节目 你只要懂得 我给你明天的多地跟空地 这短线的 然后你只要懂得去做调整 你高低点你都知道 你就今天不会去追 好 OK 来 昨天告诉你 礼拜有告诉你是这样 对不对 好 10805 减掉10745 不是60点吗 乘以0.618 再加10745 我再告诉你 今天的高点大概在10782 一开盘就见高 今天最高10774 一开盘就见高 起码这里写着空地两个字 告诉你靠近这个点 靠近这个点 是要做这个动作 了解吗 好 OK 同样的我们如果去抓多地 1070 10805减掉10745 那因为开在这边 那今天盘式不加 那盘式不加的话就是一倍 10745 减掉多少 60 10685 10685 今天最低10687 10687 我是有所本的 并不是事后跟头这么谈 这个事前做预算 那你有调整能力 你就知道高低 也就是说一开盘 你就不会在这个点做多 你也不会笨到在这个点 多单停损在这里做放空 今天最低10687 最高是10774 那高点的部分差8点 低点的部分差2点 那这两个数字给各位 那你会做错吗 很多投资朋友 他在做指数 会参考我的加权 只要来到郭先生的一个空底的位置 他一定是在涨势 他就不会做追多 那看到郭先生预告的多底 一定是在跌市 他就不敢做空 那一般的投资本是 在从事指数上面操作 一定是见掌追间谍砍 今天有很多人一定是砍在地板 追在天花板 了解吗 好OK 那我在上礼拜四的时候 上礼拜四上礼拜五 有没有跟各位讲要拿推背图 大概有一两百个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拿推背图 我预测的推背图 那很多投资朋友没来拿 很可惜 好 上礼拜五就要打电话进来 我给各位这一张 上礼拜四礼拜五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推背图 我已经在摆明跟你讲 你要进来拿 你要进来拿 你不进来拿 你可能不知道高点在什么地方 空底在什么地方 好这里有公式 当然这怎么去算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是有所本的 那直接给各位答案就是这样 11045跟11073 那接近这个点 你就要小心注意 小心注意 4月19号在什么地方 这一天 10984 话讲完这里 我说初步空底是在11045 11045 这边是10984 那差几点 59点 起码它已经来到相对高 那你如果拿到这一张 那你有没有避开风险 有 你就避开风险 对不对 你就避开风险 我说你上升趋势以后来 你要怎么做操作 那前面这个高点 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这一次的高点 就差我几点 但是每次 我都有没有事先预告给各位 像前一波 技术分析 是要事先做预算的 而不是事后 郭先生 你长期看郭先生电视节目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好来 OK 我没看到后面 我这里有这一段 你可能认为说 老师这看起来很简单 我跟各位讲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简单 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 我这件事是幼幼班最简单的 1128 这里是最多人买 这边是空底 11270 对不对 然后我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从这一根K棒 算出来 这一根K棒 我在免费技术班有教过 这一根K棒 来 11270 我只有看到这样 还看到这一根K棒 我要去抓它的底点 10183 这高点我算11229 8229 这点我算10183 都事先预告给各位的 然后上去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我没看到后面 这是761 这是300 对不对 10937 这点多少 这点10937 7.9 小孩坐回家多多好 然后来到这边 我就跟各位讲 我没看到后面 郭宪政如果有事后讲的 你把我翻桌 11122 有没有看到 怎么算的 用计算机就算出来 这个点是多少 11120 这一段算出1122 好 下来 下来 回来以后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10764 我有事后讲吗 没有哦 你要看的是这种节目 而不是事后 我是不是始终如一 10764 这边都没有跌破 来到这边跌破 然后来到4月19号 跟各位讲 要 我已经知道有点状况了 告诉你 推背图要索取 好 OK 那推背图你索取的话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 这里 我的跟各位讲 一破下来就是这里 那这里就多底区哦 我已经在讲后面哦 如果跌到这里 所有人看坏 我看好 那这边10983 我们跟各位讲 推背图告诉你 11045 X5是几点 我是事后讲的吗 不是 那现在我跟各位讲 这10983 下来我告诉你在这里 已经算在这里了 这是波段的 然后明天短线怎么做操作 来 今天 4月23号 我们讲4月20号 这加权的部分 请各位注意 不能预告台子期 经管会规定的 所以我讲加权 那加权跟台子 它是有联动性 你注意看就好 那 这叫什么叫逐步K 我的特殊技术分析 什么破前低 在10642 正对收向上在10740 然后呢 双公价的上限在10738 所以4月23号 我们讲4月24号 这边是多底 这边是空底 那一开盘 我调整出来 我就知道高点跟低点 了解吗 第一 郭先生会事先预告 给各位这个东西 第二个 你参加我赖族群 来 来 趋势指标 对不对 小房子点进去 我会给各位什么东西 今天在这里 我会给各位 你看这里有线 我会给各位 明天扣高低转折 我会给各位明天的 双官价 在这里 我线已经划到明天了 这双官价我发明的 我会给各位三官价 在这里 我已经算到明天上官 中官下官 你不管做什么 你做指数个股通通都一样 那如果 你有事先预算的技术 像我这样 那你就知道怎么做操作 不然我问你 明天加权 你会不会预算 不会 那你如果不会的话 你凭什么赢人家 那你会不会调整 你不会 那你凭什么赢人家 这些我跟各位讲 来 这个礼拜六 这下午 三官价的免费技术班 走到文主公 有来有保密 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 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问我就必答 我有设定 所谓的人数 额马我就关门 那告诉你 如果应用三官价 双官价趋势转折的运用法 对不对 我这一本技术手册 三官价怎么去做应用 短线中线怎么去弄 这里面都是特殊技术分析 都是外面没有的 然后呢 交售短线运算隔日的一个指数 当然我在免费技术班 我会交的是台子期 那在节目上我不能讲 因为那是公开媒体 这不行 我被罚钱 那个股如何低买高卖 那现场在赠送一档会 涨三到五成的低档股 还有短中长线事先的预算 还有基本的如何去做调整 了解吗 那座位有限 紧早报名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4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三关架免费技术班 针对指数的部分 短线 长线 中线 波段 还有个股高低转折点 入4000做预算 你来我会把你交到变高手 完全免费 现场在赠送一档 三到五成的低档股票 座位有限 尽早报名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顾 02389 8689 2389 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 当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389 8689 02389 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上礼拜是请各位拿推背图 很多人是无动于衷 没有拿到你趋吉避凶 大概有一两百个人 讲得一清二楚 郭先生电视节目都直接跟各位讲高低 而且点数 一般传统计算是做不到的 就比如来讲 在这里4月19号的时候 告诉你要来拿推背图 他们跟你说空地啊 你听不懂 4月19号 你没来拿很可惜 你就灵魂听人家 每天都大传 对不对 就跟今天的投股节目 分析节目 今天所有老师 一定都会讲生技股 或是讲被动元件 不讲这两个族群的 就不是投股老师 我不是 我专门叫人家技术分析 我是在低买高卖 我不会去话中去从 就比如来讲 这里告诉你 推背图告诉你要小心 然后我说上礼拜五 我还跟各位讲 2330的台积电226 今天有手 对不对 但是指数的空间 我说10764 如果被跌破你要小心 再来就是这里 那来到这边 我现在已经在讲后面 那你或许会讲说 老师 我照你这个算法算 我会算到 这个10544 不是用单一技术 这个我在 上个礼拜五 在我的免费技术 我已经交过了 我还用另外一个方式 我会说高点跟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听得懂吗 所以你在做股票跟做指数 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算的技术 听郭宪政一句话 请你离开这个市场 不然你会做得越久 你会赔得越多 那另外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成为赢家 那欢迎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不是在收会员过日子 我在看谁跟我有缘 那有缘人我就会教你 了解吗 好 OK 那这个再提醒一次 4月19号推背图 告诉你 小心 空底 你有没有看到空底两个字 然后来到这边 你不要看坏 那我会做到这个点 不是只有单英技术 这个你让我免费技术班 我可以告诉你 高点跟低点你去抓 如何事先抓 而且绝对不是 只有一种技术 我的技术都是 特殊技术分析 了解 好 个股低买高卖 我金星科在这里买 没人要买 老师这破线不能买 我会买 因为赏户不会在低档买 高手法人才在低档买 当涨到这里196 这里开始做粗量了 涨上来才进来买 我不是应用这句话给各位吗 我是押回整理碟市买 这里是押回整理 这里是碟市买 事先算出来 扣低转车来到多底区 不是买现在在涨货涨一大段的 那来到这边 现在在涨货涨一大段的我在卖 所以为什么我在推背图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 接近一万一你要小心 一万一你就要小心 你不怕一万减万一 听了好吗 那推背图给各位 有索取的没事 没索取的有事 那现在我已经跟各位讲 会下来会跌到哪里 哪里是多底 我刚刚已经讲了 请各位记住 你看电视节目就是要看这种 清晰一种功夫生 而不是不知所云讲了一大堆 那个是没有用的 直接给各位数字 有数字代表有实力 没数字假设如果不排除 画了一大堆图 钱多了换去跟 那个反正 写了一大堆对了才拿出来讲 我都是只有一条边 了解吗 推背图已经告诉你的 4月19号 已经告诉你空地 很接近 对不对 好 那金星科 这里 赏户不会买 我会买 这里赏户会买金星科 我会卖 红杰科 我在这里买 我在这里卖 卖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 还跟各位讲 智义 我在这里买 我在这里卖 卖的时候 还跟各位讲 那有些压回来 我买 老师你融串套到 讲啊 若先生的个性就这样啊 为什么不讲 军宝 还OK 这是不是电感的被动元件 双红套到我照讲 立机套到我照讲 这种低档的 我怕什么 光耀科一样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电视节目 你知道每天在看 人家讲吉小 听着讲 形象很好 很会讲 那个都没用 直接看他 怎么去做操作 而且事先讲 事先买什么买什么 而不是涨上来 或涨上来才讲 或是跌下去才讲 没有用 那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礼拜六 小三关架双关架 趋势转折运用法 三关架我发明的 现在很多软体都有 但是发明者是郭宪正 双关架我发明的 我改制于CDP 趋势转折不是我发明的 但是会用的人不多 那你来我会教授你短线如何 预算隔日指数的技巧 高低 起码你会趋吉避凶 你不会见掌追 你不会间谍砍 那上礼拜四叫你 来拿波段的推背图 你没有拿 没有趋吉避凶 很可惜 这一次就不要错过了 个股如何低买高卖 你会看到我金星科怎么买的 我志愿怎么买的 然后呢 买完以后 红结科怎么买的 在低档买 等大家在追的时候我卖 那现场正式动力涨三到五成的低档股票 那短中长线 事先的做预算跟调整 这个不是短中长线的吗 这里 这里我就可以知道高点 然后低点 高点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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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强调一次 这个高点 我事先算出来 这个低点 节目上我也算给你看 这个高点我也算给你看 都事先算的哦 这个点我也算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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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 推背图也算给各位 这个点 现在来到这里 我也算给各位 想学吗 这样你知道可以 一清二楚 那座位有限 紧早报名 那你也可以参加赖族群 我每天给各位 各位隔日的加权的 双关架三关架趋势转折 有时候会给各位低档出量股票 那这个礼拜六 座位有限 紧早报名 那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 一样给各位 一个大优待 祝各位明天 操板胜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